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工作看官 这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都是工作一组 可是他一直在看他的财运 问题 你在工作 你所领的薪水是你的主要收入 你看财运有什么用 还不是一样 要回归看官运 因为官运代表你工作的一个状况 能不能升迁 还是没工作 你假如没工作 你就顿时失去了收入 是不是你的财运就跟着受伤 所以大多数在打工的人都是看官运 而不是看财运 财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 现在连存款10万都拿不出来 请问财跟他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是月光族的情况下 他所看的就是官运 一旦他的官运出了问题 没有工作了 他就苦哈哈了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现在的人大多数都是看官 很少人看财 除非他做的是业务 销售 经商这一类的 财会以财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否则你是领人家薪水的 你不用想太多 就是看官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朋友是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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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